他搭档时间最长的是跟赵伟洲嘛 但是其实他是个老自立了 在跟赵伟洲搭档之前啊 跟马三立马之明父子都配过的 跟这些大咖能人在一起的话 那你出个好作品 甚至出个经典作品 那都是相对容易的咯 对不对 当然杨绍华真正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说他虽然是个捧根的 他愣是可以在捧根者当中的这个位置当中啊 脱颖而出啊 你就像于谦于大爷一样 哪怕他是个捧根的 我们也能够看出这个人非常强大的相声功底 能够从郭德纲的这个搭档当中脱颖而出嘛 而且他跟赵伟洲 就是杨绍华跟赵伟洲在一起一眼的时候啊 其实他俩的这个效果上来讲 我小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笑点啊 甚至是从杨绍华这边来的呢 他完全没有被赵伟洲吃掉 两个人在舞台上的这个魅力啊 甚至可以说是平分秋色的 这个就有点类似于 冯拱牛群的这个姿母跟的味道了 那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只能靠靠一点了 那就是你这个相声演员 本身就得有超强的那种幽默天赋嘛 属于那种随便讲几句话 就可以有好笑的人嘛 冯拱虞群都是属于这样的人啊